现年36岁的Nick是三宝爸 本身是一位摄影师 和太太两人月收入约10万元 但一家五口每月基本开销就要近9万元 但因为孩子还小 想等孩子大一点再去兼差 50岁的Tony过去一直在电子业 负责研发与采购 在步入中高龄时被公司优退 当时一人带两个孩子半年没有收入 每个月生活费却将近5万元 幸好后来遇到贵人 薪资收入也回到以往水准 到了这种四五十岁 然后做到一个程度 然后公司刚好经营团队换人 那这个时候面对的压力是非常大 因为孩子已经也长大了 那要面对的是国高中 然后甚至是大学的学费 所以再像现在这个社会的氛围 也比较大家就是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 经济的环境也不是很好 也不是非常友善 所以说在这期间 就感觉到压力非常大 那因为从高阶工作 然后因为忽然没有工作了 然后就是你必须去找一些 可能没有那么高阶的工作 那这个时候的薪资 还有职场的同事对你的看待 那种压力是双重的 那再加上 结果就是做了这样子的工作 比较年轻人更年轻人 就是刚出社会的这种工作之后 那发现职场的老板跟同事 还有自己的这个一些想法 不是很match 不是很能很能吻合 所以结果还是又离职了 那中间因为还是因为 每个月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你还是必须要去付 所以说这个时候 你必须要去想一些办法 那我之前也有去 我现在有拿到大科车的这个驾驶纸上 而且是职业的 那就是等于是在这过程中 就是想要很多的第二专场 对那我想这个压力是在所难免 那也好在现在又 因为以前的一些人脉 结果又回来 然后有其他公司重新挖脚 然后再回到职场 那很高兴有这种机会 那我相信可能也不是那么多 这种中高年龄的 这个大家的这个民众有这种机会 所以我自己也感同身受 觉得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就是我跟我老婆 大概加起来的薪水 大概差不多十万左右而已 那因为三个小孩要养 所以大概每个月花费的支出 大概会到九万 那如果有再多余的额外付出的话 就是可能会吃到自己的老本这样 就等于说我不能兼差啊 没有时间兼差 就是等于说先暂时先让 因为小孩还小 就先暂时先这样 然后就先不打算减差 就先把老本吃一吃 那之后等小孩大 想说如果要再赚多一点的时候 到时候再减差就好了 对现在先暂时还过得去这样 现在就是我自己的话 因为我没有时间就是去打工 所以我就变成说我是投资的方式 我可能投资朋友的二手车行 然后可能额外会多 一个月可能多个一万块的收入 就让我可以减轻一点压力这样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有高达四成七的职场爸爸 为了增加个人收入 必须从事第二份工作 兼差比例创立年最高 而兼差工作像是外送快递 计程车司机 出工水电工 还有物流送货等 这次调查主要针对职场爸爸的生活压力 那发现有四成七的职场爸爸 为了要增加收入 而选择要有第二份工作的兼差 那兼差最常见的 主要最常见就是外送 那再来就是Uber计程车 接着有一些是粗工水电 还有一些会选择做物流送货 最后是文书处理 都是一些门槛比较低 那时间和地点弹性 相对比较高的兼差工作 如果以现在这个 一到三月份的实质性薪资来看 只有四万一千多而已 那两个加起来 其实还不到这个水准 等于只有八万两千多 所以显见其实大部分的人 都还没有达到这个育儿标准 所以可以看到出来 现在很多年轻人 都选择不婚不生 就是因为完全没有办法 cover说支撑一个家庭 而且还要养育小孩 我们调查发现说 让他们压力最大的 第一点当然是物价一直在涨 还有房价一直涨 生活费高涨 这是让职场爸爸压力最大的来源 那其次就是育儿的压力 因为可能育儿 不只是要养活他而已 还有一些生活教育费 很昂贵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说房贷很吃紧 我们知道其实房价年年都在涨 现在的年代 要买房是很不容易的 那房贷的另一部分 可能租屋主相对来说 房价也有这个 租屋费房租也会升高 那再来就是可能很多爸爸 为了要有第二份工作 而牺牲了陪伴小孩的时间 那甚至有一部分的职场爸爸 是连投期款都拿不出来的 为了投期款而烦恼 另外根据调查指出 职场爸爸认为 双薪家庭要跨过育儿门槛 夫妻合并收入至少要有 88,334元才养得起孩子 也反映出身为家庭经济支柱 也承受更大的责任与压力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导 Mondatte 本集五安